他還要提親了嗎? 提親喔 就是我們年後會開始做這些計畫 對啊 你們不是前天才問他嗎? 你有沒有什麼憧憬 其實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還沒有 真的還沒有開始討論 所以呢真的年後我們就會開始 緊鑼密鼓的開始這一件事情 老實講 對的人怎麼樣都是 最好的 好噁心喔 我們想問說像 佳慧凡妳之前有出過米漢堡的品牌 但是現在好像已經沒有在更新了 是有遇到什麼樣子的壓力是沒有在更新的 跟對方的合約結束之後就沒有在合作而已 對對對 所以我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真的有這個時間 我會再自己努力下去 嘗試看看不同的東西 因為畢竟我真的很愛吃 所以如果真的要吃的東西 我真的會真心有興趣 我就會想吃 對對對 他還要提親 提親喔 就是我們年後會開始做這一些計畫 對啊 你們不是前天才問他嗎 對妳有沒有什麼 憧憬 其實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還沒有 真的還沒有開始討論 所以呢 真的年後我們就會開始 緊鑼密鼓的開始這一件事情 沒有現在就是不要管 現在真的 可是我很明顯就是現在真的是不要管 我真的沒有在管 對對對 真的還沒有開始討論這件事 我自己 你說我自己心裡面嗎 對妳的總是會有一些 你要我老實講 真的真心沒有 就是因為 老實講 對的人怎麼樣都是最好的 哇 好噁心喔 因為我們想要問說 就是像今天有那個 陶晉一陶子姐的那個 辣杯杯的一些爭議 我們想要問說 像佳環妳之前有出過米漢堡的品牌 但是現在好像已經沒有在更新了 是有遇到什麼樣子的壓力 是沒有在更新的 跟對方的合約結束之後 就沒有在合作而已 對對對 欸但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新聞欸 我問 因為我們是想要問 還是副業的問題 副業的品牌 推出副業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壓力 在妳自己覺得 經營過後 妳自己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 就是要真心的自己 有興趣下去做 不然其實 很多的問題妳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 呃應該是說 我覺得其實 一般消費者 其實都還蠻可以 感覺 我自己的感受是 都還蠻可以接受 呃 我們自己的想法 就像我之前其實蠻任性 就說 因為大家都做乾麵 所以我想要做的是 米漢堡 但米漢堡這些 就會有很多後續 比如說冷凍啊 或是運費 很多問題 這些東西是我不可控的 所以我會覺得 這件事情我有嘗試過就OK了 對 我其實蠻有興趣 但就變成說 這會不會是一個長期的事業 我覺得 就是嘗試過才知道 可不可行 所以我之後 如果有機會的話 有真的有這個時間 我會再自己努力下去 嘗試看看不同的東西 因為畢竟我真的很愛吃 所以如果真的要吃的東西 我真的會真心有興趣 我就會想吃 對對對 所以西門裡有什麼比較瘋狂的回憶嗎 喔 有耶 你想到這個 就是因為之前我們兩個完全幾乎收入都還蠻不穩定的 然後我剛好十年前在麥當勞工作過 所以我們經過電影院的時候 我們本來在湊錢 然後就是要看電影 結果剛剛好遇到之前的麥當勞同事 他是那邊的主管 他直接幫我們按那個員工票 我們真的差點哭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是 真的是 有一搭每一搭 一個月可能一兩千兩三千的收入 我們還是想看電影 結果剛剛好 就是我可能 比較早出來打工 比較認識比較多人 那個時候其實還蠻開心 那個店長這樣子幫我們 偷偷的讓我們進去 因為我們是還蠻愛看電影 所以之前是有過去那個二輪電影看 就是一整天只要一百不到 然後我們真的就是坐在那邊看了三輪 這個真的很值得回憶對不對 就是這真的現在不可能會發生 現在就可能躺在那個皇家店裡面 自己講 好啦 幫我刪掉 幫我刪掉 好了好了